我想說大家應該很懷念有沒有什麼 最近有什麼笑話可以講 笑話 應該是鏘鏘的事蹟啦 你鏘的笑話就對了 你分享兩個來聽聽看 剛好沒多久發生的事情 我從台中搭高鐵到台北 我的剛女兒他們一家人 就是我朋友他們一家人說要來接我 然後我一出高鐵站 我就看到他們 我就打開他們的後車廂 然後我就開始放行李 我說奇怪 這麼多蔬菜水果這樣子 我就在那邊移 然後他就在那邊碎唸 然後後來後面那台車就給我按喇叭 然後我轉過去看 是我朋友他們的車在後面 這台是甚麼人 不是人 是不是人 不認識 因為我發現我開錯後車廂了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抱歉 祝你健康 然後就把他關起來 因為我就關起來很丟臉 我就趕快回去 然後我說有甚麼車的車要一樣 是是是 讓你認錯 真的抱歉 拍子也不一樣 車型也不一樣 抱歉 祝你健康 他們全家人也看著我 我從那個縫隙看到車內 所有人也都轉過來看我 對啊 因為很少人拍誰之後會講說 祝你健康 應該這樣講啦 他如果不覺得尷尬 尷尬就是別人 就別人了 標準的 這一個鏘笑話 還有呢 再來就是我好朋友他 我好朋友他爸爸他過世了 然後我有陪他去火葬場 對 我有遇到一個很熱情的粉絲 要跟我拍照 然後我就想說 在那個場合 因為那個背景要拍照 很奇怪 甚麼樣的背景 就是火葬場會 會來啊 哭啊 喊啊 的那種 要按下按鈕的時候 對對對 等那邊 喊說 把你趕走的時候 他要來跟你拍照 我是覺得很感恩啦 可是當時也是會 也會等一下你感恩什麼 因為被認出來 還是會很感恩 只是就是 那個 那一天好像 問甚麼都不對 因為平常在路上 遇到粉絲會說 欸啊你哪來 啊 你在唱什麼 啊你最近好嗎 好像 問這些都 不太適合 在火葬場 真的不適合 對對對 對 因為第一次遇到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 說什麼反應 就對了 那你有跟他拍照嗎 有合照 可是我們沒有畢業 我也沒有笑 OK 謝謝啦 我覺得他盡最大的努力 你有進步 你有進步 對啊 他沒有畢業也沒有笑 OK 謝謝 OK 好